新中区新庄路与福海街交叉口福德宫原先的道路是老旧不堪 而在去年年底还是因为自来水管爆裂而造成了道路的回损 当时进行了紧急的抢修 但是也是仅以混凝土来暂时做修复 而崔公所就为了打造符合老街地貌的路面 就特别来规划施作了沥青压花的路面 在近期是终于顺利完工 位于新庄路与福海街交叉口福德宫前约40米的全新道路铺面 近期终于顺利完工 从这个路面很感谢我们的库庄和我们的库庄 大家和我们建成这么用心 这条路给我用了这个铺鸡用了这么漂亮 如今看来崭新的道路铺面原先可是老旧不堪 去年底还因自来水管爆管造成道路损坏 当时虽然紧急抢修复通 但是仅以混凝土暂时修复 这些日子以来还造成了当地民众的生活困扰 为还给当地民众一条符合地貌且安全的道路空间 新庄聚工所规划多时 从3月8号开始施工约一个月左右时间终于完工 将这个路面整个路面用沥青鸭花然后彩绘的方式 保留了原有的老街的城乡风貌 也保留了现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食材 不但是能够让路面平整平顺 然后也有兼顾防华还有环境的美观 全新的沥青鸭花扑面安全美观相当受到民众肯定 同时也自然的融入新庄老街地景 为老街赴旧带来新风貌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新庄采访报道